Omicron变种病毒肆虐 一般认为现有的疫苗 多少还是有预防重症跟死亡的效果 不过莫德纳执行长班塞尔 在接受外媒专访的时候就预测了 现有的疫苗不容易对付Omicron 更直言制药公司 可能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大规模的生产 对抗Omicron的新冠疫苗 而他的说法就被解读是 莫德纳疫苗没有办法有效的对付Omicron 一度把金融市场都给吓坏了 引发担忧 不过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人祥表示 这样的说法跟他听到的不同 疫苗是否真的无效 还需要时间验证 英国金融时报看出莫德纳执行长班塞尔的专访 标题大大写着班塞尔预测 现有疫苗不易对付Omicron变异株 他指出现有疫苗在对抗Omicron时 没办法提供和对付Delta的相同水准保护 而且Omicron在极蛋白突变的数目很高 传播力强 意味着现有疫苗可能得在明年有所调整 研究数据预计在两周内出炉 不过班塞尔这些话被解读是莫德纳无法有效对付Omicron 跟我听到不太一样嘛 他们的疫苗对是不是真的对这个Omicron没有效 应该还需要时间才有办法验证 指挥中心帮忙澄清 班塞尔也说假设要针对Omicron研发新疫苗 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而且也担对长者提供更强的加强针 莫德纳目前的疫苗有进行三种在做测试 他们针对这个Omicron的一个变异株 也在发展次世代的疫苗 人们多数专家认为这类高突变的变异株 可能还要一两年才会出现 结果新冠病毒短时间内就变异突击 更让各大厂牌的疫苗效力备受考验 记者您收视收明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